既恭活佛慈于培养慈悲心 今天你们学道理 是要让你们明理而不是得理 如果能够得理饶人 才是修行人的风范 这一步海阔天宽 让让人家又何妨呢 这也是培养慈悲心啊 修行是自个儿的事 但是也是自己的心啊 你向谁邀功啊 你讲给谁听呀 你的苦步就是在造就你吗 你受什么苦啊 前嫌的不对 只不过是前嫌的一个过程 你为什么不将心比心呀 为什么你要谈论呢 倒在日常生活中去悟 处事当中要能够知理行理 不知理 你所行出来的 总是有偏差 后学对前嫌要有一份敬重 言谈中也不可失礼 这是做人基本条件 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 就会扫一些误会 心与心之间多一份包容 就会扫一些纷争 不要以自己的眼光 和认知去评论一个人 判断一件事的对错 不要苛求别人的观点与你相同 不要期望别人能完全理解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观点 人往往把自己看得过重 才会患得患失 觉得别人必须理解自己 其实人要少一些自我 多一些换围 才能新生快乐 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所成长 该面对事情都能勇敢面对 去突破 是来则应 是去则尽 这是修道人应有的心境